2月16日晚间7点多本刊直击 哎这不是与爱妻定居北京的赵佑婷一家吗 怎么出现在台北内湖的赵爸妈家呢 其实赵佑婷一家农历年是几乎都会返台探望爸妈的哦 直接快5岁的女儿骑着小单车 准备要穿越一段没有斑马线的路口 不爱爆棚的赵佑婷小心翼翼的保驾 妹妹啊你放心哦 你爸年轻的时候很猛的 据了解赵佑婷一家于除夕前返台 待了长达两周后 高原员会先带女儿回北京开学 和赵佑婷等她资深以后才会开始跟好友们 包括当年拍电影《猛假》的兄弟们聚会 然后一路待到3月为妈妈过完生日 他们在台期间有粉丝偶遇高原员 形容她女儿长得跟赵佑婷一模一样 哎有点可惜啊 赵佑婷也这样讲哦 不是我讲的啊 那为什么我女儿那么像我 对女儿百分之九九九九 你穿基因不一样 我多么希望她像他妈啊 夫妻俩恩爱的同时 对彼此的父母也十分尽心 孝顺的赵佑婷 据说曾因为母亲想念她小时候弹钢琴的可爱模样 大学时竟连续练了21天的琴 特地作情房演奏两曲曲目 给妈妈作为惊喜的生日礼物 然后妈妈感动的当场落泪了 怎么那么厉害啊 高原们日前上综艺节目通告 也提到有天高报把邀赵佑婷一起看金剧 岳父开了口 对金剧毫无涉猎的赵佑婷 于是乖乖全程跟着看完 动也不敢动一下 高原原爸爸强迫赵佑婷听金剧 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 网友业余赵佑婷 老婆都是高原原的你还不乐意吗 原原爸爸干得好 可见当地网友记恨正统女生高原原 被赵佑婷夺妻痴恨是不够戴天啊 夺妻之愁不够戴天 每次看到这个我就很想反驳 我就觉得 不然怎么办呢 不然怎么办 有人透露 现在一家三口基本上都粘在一起 赵佑婷去外地拍戏 母女就会跟着到当地生活 讲到两人事业 赵佑婷今年初以少见的医疗剧问心中 饰演外科医生 拿下央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年度影响力男演员讲 网路上也有消息指出 他不但演完韩剧 我的大叔的中国版 谢谢你听见我 剧传也同时和舒淇 易阳千禧演出必干导演的电影新作 《黄野时代》 高原原生女后则比较少拍戏了 倒是去年和胡哥拍了喜剧电影 走走停停 还原赴四川第一次挑战演出纪录片导演 和真正的纪录片导演一起拍摄 经营家庭之余 赵佑婷和高原原婚后 也未影响在影视圈的地位 哇总之 真的是只限鸳鸯普现仙 就是在讲赵佑婷高原原一家吧